WhatsApp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我们美国百大女优的第39期 本期的主人公,坐拥圈内最美大长腿 可蒙可骚,动静皆宜 在她那个海拔堪称最美女优 她就是被称为红发妹的Molly Stewart 那我们话不多说,Let's do it Molly Stewart,1991年11月5日出生于美国西雅图 身高1米83,没错,你没有看错 Molly是真真正正的高海拔女优 体重71公斤,三围是32DD,27,30 说到这个32DD的巨乳 曾经有粉丝问过我 为什么Molly的巨乳看起来一点都不大 完全没有DoubleD应该有的震撼感 但其实大家真的冤枉了这对巨乳 因为如果把32DD放在一个身高1米6左右的女人身上 你一定会张大嘴惊呼 卧槽,真大 所以,让Molly32DD巨乳视觉效果降低的罪魁祸首 其实是她1米83的大高跟 在西雅图的一个小镇 安静地生活和成长了18年之后 Molly Stewart正式搬去了欧山西 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不过刚来的时候 为了生计 她还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 包括超市收银员 健身房前台 KFC服务员 办公室助理的助理 简单来说 就是在各行各业的打杂工作做了一圈之后 Molly终于意识到自己最大的本钱是身材 而自己却在荒废这个本钱 于是 2013年 Molly Stewart在闺蜜的介绍下 开始进军webcam产业 正式成为了一名Cam Girl 在2013到2017年的四年里 Molly Stewart在webcam的世界里发展得相当不错 漂亮的脸蛋 完美的身材 永远都微卷的红发 还有后来成为她标志性动作的 手指轻轻画过脖子和后背 应该说这四年的积累 对她后来的AV视野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她自己说 这四年让她收获了三样东西 不再畏惧尽头 全心全意支持着她的粉丝们 还有钱 但真正让红发Molly的人生 开始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就是在2017年 她收到了Playboy Plus的邀请 为著名的花花公子杂志拍摄照片 而在这一期杂志发行的第二天 她就又收到了另一个巨头Pence House的邀请 这次 直接让她登上了阁楼杂志的封面 同年7月 Molly正式成为花花公子的当月女郎 同年9月 她成为了阁楼当月女郎 不夸张地说 她用了半年的时间 就达成了99%美国女模特儿 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够触摸到的成就 客观地说 Molly Stor是一个99%的顶尖女童演员 她目前几乎所有的作品 都是只和女拍档激情 她为三几乎破戒的场景 第一是在和大白姐搭档 一起面对Zen Covers的时候 大白姐主战红发Molly习惯性打辅助 但剧中有大概10秒钟 Zen Der用铁棍在Molly洞口摩擦的场景 真的是洞口 目测Zen Der的棍子进入大概2厘米 而这已经是Molly从严以来男女尺度最大的一次了 第二次还是面对Zen Der Covers 这次的搭档是Alex Cole 这次红发Molly疯狂地在Zen Der身上扭动 但是只是扭动 因为棍子压根就没放进去 直到主战的Alex上阵 镜头才终于给到真正的插入特写 第三次是在和Charles Der的POV对手戏中 双方上演了一次真真正正的三级篇演出 就是啪啪啪动作夸张到爆 燃病卵就是假的 所以红发Molly其实这些年一直专注于女童作品的演绎 她和做过的女游 比如Edra Fox Alina Lopez Blair Williams和Jillian Jensen等人 都不约而同地把Molly视为目前现役最棒的女童演员 那么接下来就是K老师推荐的红发Molly三部不得不看之作 让我们开始 第一部2019年11月发行的Swing Fling Part 2 这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红发Molly离破界最近的一次 不过即便没有这一段 片中Molly和Angela White搭档绝对充满美感和身高差带来的猛感 何况大白起的战斗场面也已经让这部戏加分了 第二部2019年9月发行的Whatever She Wants 女老板Molly和女秘书Gia Della的激情表演 配合双方外形风格的巨大反差 以及办公室场景的独特魅力 值得女童爱好者收藏 第三部2019年2月发行的A Night of Reckoning Nicole Aniston Anna Orson Elena Koshka和Molly搭档Mike Blue和Kieran Lee 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叠战 女仆 黑帮 政客 所有要素加在一起 就完成了一部精彩的影片 当然 其中Molly还是只和同样扮演女仆的Koshka 有战斗截脱 总结一下 高海拔女优在业内始终都不在最最一线行列 但红发Molly却毋庸置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虽然执着于女童片也让她的AB成就始终不能再上一个台阶 但不可否认 热爱自由 热爱摩托车的Molly 真的是一位值得女童粉丝热爱并奉为经典的演员 更何况 那大长腿 妥妥地退完年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美国百大女游第39期Molly Stewart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多多订阅多多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咯